美國最喜歡講自由 美國那麼多人困在監獄 美國是全世界差不多 將人民捉去坐牢最多的國家 你說自由,困住他哪有自由 另外美國很多人患精神病吸毒 流浪街頭 這些人基本上都沒有太多的自己選擇空間可言 中美角力現在形勢和剛開始貿易 有幾個不同的貿易 在看影片之前 大家記得分享,讚好和訂閱卓劍明家 最重要是按下這個小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中美角力現在形勢和剛開始貿易戰時 有些轉變 在貿易戰初期的時候 我當時給中國政府的意見 都是不值得每次都跟它爭鋒相對 美國很多政策本身都沒有新思熟慮 只是做給美國人民看 以為自己很厲害 可以在哪裏有加關稅 在哪裏有限制 特朗普想自己好像很能打的樣子 但實際上他這些政策 很多時都是最終傷害美國的 最近連耶倫都承認 美國這些做法其實 解決不了美國實際問題 甚至替美國的消費者帶來損失 因為實際問題是甚麼呢 實際問題就是 中國的製造業已經超越美國 即是美國生產出來的產品 無論在價錢上、質素上 都不能及到中國 變成了美國的消費者 不會因為加了少許稅 就不買中國的產品 變成了那些稅很多時 不是由中國的廠家去承擔 而是由美國的消費者去承擔 在這種情況下 只會替美國帶來通貨膨脹 對美國人自己的開支負擔更加大 所以我自己估計 是美國方面其實現在是有急切的需要 想撤銷部分之前加錯了的關稅 不過美國自己加完自己又撤 所以你好像不覺得很舒服 就想漏中國談判 談判過程中 你提出來要我撤 我答應你 不過又想更換好處 現在中國的態度就是 不幫你談判 你要減關稅 你自己減到夠 亦都沒有甚麼好處 給他 實際上這次這樣搞搞 我相信中國的廠家 對美國消費者的負擔能力 價格怎樣難列最好 反而多了一些訊息 有些東西不用賣這麼便宜 其實他都會賣 我自己看中國政府甚至可以考慮 美國減關稅 中國就收出口稅 哪些貨可以賣的 中國自己的產品 中國自己A廠和B廠打餐死 搶到價錢便宜了 那我不如政府收回一點 所以這個中美國力 我相信 接下來都有各種各樣的花招出來 大家可以有一場好戲在後頭 有些人擔心中美的角力法 會不會擦槍走火 由冷戰變成熱戰 我自己看是機會不多 為何呢 你看美國對北韓都不敢容貌 美國和北韓關係不好的時候 曾經在美國有很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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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建議政府 一次過清理它 北韓其實不是很多 因為北韓的核武發展 是遲過中國很多的 北韓他都不敢做 特朗普都是千方百計想退 金正恩和他和談 我記得有一次在電視播出來 特朗普和金正恩一起拍照 他的手在後面幫人搓背脊 幫人按摩 很想討好他 面對北韓 他認為這麼不妥當的國家 他都想透過其他方式 不是想透過熱戰的方式 你看美國從阿富汗撤兵 從伊拉克撤兵 連這些三四流的國家 美國都不想繼續和他武力衝突下去 他會不會這麼輕易和中國打一場熱戰 我自己認為不會 所以接下來中美的角力 其實可以在很多層面開展 剛才我說中國的製造越厲害 中國可以和美國鬥 你為世界提供了多少產品 提供了多少服務 中國又為世界提供了多少商品 這當然是鬥生產力 另外其他地方都可以鬥 美國最喜歡講自由 美國這麼多人困在監獄 美國是全世界差不多把人民捕去 坐姦最多的國家 你說自由 困住他哪有自由 另外美國很多人患精神病 吸毒、流浪街頭 這些人基本上都沒有太多自己選擇空間可言 另外你可以給人民的幸福度 先給人的壽命 在發達國家裏面 是美國的人均壽命下跌 可以在非戰爭模式去競爭 孫子兵法是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 這些做法其實在生物界都很多時出現 兩紅雙羽打差死兩敗俱傷 所以生物動物界都盡量不打 即是大猩猩如果他快清黃的時候 他頭上有皇冠出來 有些叫銀貝大猩猩 他頭上生了很多銀色的毛出來 鬥大家鬥那個頭冠誰大 獅子也是 紅獅的中毛是會身色和大很多 兩隻走過來 我的毛多過你 你又走遠一點 那些猩猩有時鬥紅屁股 說我的屁股紅過你 即是我營養好過你 我可以在食物那裏 抽了很多紅色素 放在我的屁股上 將來在這些地方比 現在美國在太空方面是好過中國 但中國亦可以派太空船去火星 亦有太空人可以有自己的太空站 各方面都可以比 比一下世界發覺 中國原來是很多層面 在製造業也好 在五支也好 在太空科技也好 都可以勝出的 在人民的生活方面也好 只是醫療 美國奧巴馬Care 當時照顧面多些 特朗普上台都近了一大部分 譬如中國對藥價錢的控制 對醫療保健的提供 現在逐步向二三線城市 都要提供標準的醫療服務 變成你可以在不同層面 都做得好些 中美的角力在這方面有高低 高低不是打敗仗 而是世界看到中國的發展 是快的時候自然會考慮中國的模式 是不是一個相對好的模式 起碼美國的盟友 在他選擇跟不跟美國的時候 就會重新考慮 現在歐洲都不是完全聽美國話 如果美國在全方位的競爭上 戰優勢的地方越來越少的時候 美國就需要自然退位 等於在二次世界大戰後 英國讓位給美國 都不是用戰爭的方式 要英國讓位 美國都是在製造業又強過他 想太空又快過他 各方面都做得好的時候 自然會成為龍頭大哥 所以我相信未來中美的角力 是全方位的 中國應該避免在軍事上跟美國衝突 但是所有的經濟、科技、民生、醫療、教育 都可以作比拼 接下來我相信大家都會看到 這方面的比拼會越來越多 而我自己看到 美國的優勢未必在所有領域都可以持續到